9點全部馬匹準備拖擋 第二場賽事準備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匹 見到大外檔有兄弟齊心 中間的位置見到外連雪 裡面訂造紅帽很輕鬆 再外面的位置有劍鋒和發達心聲 後一疊的馬內蘭位置白衣 紅帽是珍奇寶 中間還見到鞍馬 再外面就是這隻快意 尾四光亡四射 尾三內蘭康莊大盜橙色帽 暫時電後一對有黃色眼罩 內蘭就是天下寶 外面拍著他 紫色衣黑帽是危險英俊 過了12米斷鑄 前面放頭的馬就兄弟齊心 劍鋒在第二位 內蘭第三就是這個訂造 再外面第四是愛連雪 跟著內蘭第五位還有珍奇寶 白衣紅帽 再後面紅色眼罩的一匹是鞍馬 後多少個馬匹有發達心聲 中間光亡四射內蘭橙色眼罩 還有康莊大盜在尾四 尾三在外面是快意 電後一對馬有內蘭的天下寶 外面就是危險英俊 跑到對面直路尾 接近600米斷鑄 前面的次序沒有動過 兄弟齊心劍鋒定造 再外面就是愛連雪 路索裡的馬匹有珍奇寶 安馬和發達心聲 外面蓋上多少有快意 再後多少內蘭位置 還有康莊大盜中間就是光亡四射 外面危險英俊 包了落尾內蘭位置就是天下寶 入正最後直路 前面兄弟齊心就佔先多少 見到韋達側身就上來就是這個訂造 再在外面有劍鋒 前面的位置就是這個珍奇寶 外面打衝鋒就是安馬 大外擋就是危險英俊 最後百多米 兄弟齊心還佔先多少 外面上來追他有訂造 裡面就是這個珍奇寶 外面蓋上來很厲害 危險英俊 接近終點 危險英俊在外面衝上來 前面就是珍奇寶 兩隻馬需要影相相當接近 這場賽事裡面 大外擋那隻就是危險英俊 第三名就訂造 七歲來學會沒得說 危險英俊 危險英俊 最後一部故事那隻臨地好好的珍奇寶 訂造第三 兄弟齊心放回來又第四 那些都是變化場地好的馬來 是危險英俊又一向變化場地不好 最於上力 真的試過倒下去包尾 兄弟齊心很晚 排到這樣的檔位都可以放得到頭 國倫組段比兩比 他走得很快 頭段 他買到你也很快 大人不頂他 你走才好 跟著最好的位 連說在旁邊第三 劍鋒再三疊 跟著珍奇寶就會跟著訂造 然後按馬 還有發達森星 彌後 在来蘭sell肯 Amanda 再回待 publications大道 然後開遍是光蒙四射 發出出滑二 很難逃 外面在背 後 在來蘭 天下寶 快啊 一直也很快 其實很快 足夠保CE 有足夠快的捕捉 後上馬 但都很厲害 現在除了危險英俊之外 三隻都貼爛 還有放在前面 只得他追到 還有那三隻都是會跑變化場地的馬 他一直沒有動過 一直定住 真的完全沒有動 這裡開始騎了 之前一直定住 珍奇寶 那位穿出來過定住 應該是他贏 怎麼知道海邊還有一隻 這裡也以為是前面那一堆 外面那一隻 打一下有些 難道那些地比較好 這些地好像馬可以衝得那麼厲害 有些內閃